周遇寇风暴影响的何止是台北市 现在居然被点名跟他绑在一起的 台北市跟新竹市 基本上民调都已经大肆底定 这下民进党颁布回来了吗 民进党一定想守住北台湾绿色执政香火 最后只剩基隆跟桃园成了最后堡垒了 但更大的风暴从这里才开始要引爆 怎么会是桃园又怎么会是基隆 桃园 林志娟论文门 他不是已经退选了吗 我们先这样跟各位讲 不要说我们有情绪 但流寇事件 流寇乱台 的确影响到民调的数据 沈富雄讲的台北市 我跟各位讲台北市的数据 现在是有八成以上的蓝营 表态支持讲安安 但是陈时中只有七成左右 这跟以前的台北市绿营 主动积极的表态落差很大 差得接近10%以上 为什么 流寇效应 因为你越被打 然后大家就想说 陈时中跟他站在一起被压下来 蒋安安被打 据其效应 受害者就拉起来了 黄珊珊是被困在自己的 无党籍参选当中 民众党认同者投给黄珊珊的 只有六成多 所以在整个台北市的状况 目前如果没有大事的话 一直走下去 蒋安占优势 而新竹市两个月前 还没有发生民进党攻击高红安 测会论文案的时候 高红安是落后的 但是有些人 我们这样讲 有句话很妙 大家听听看就知道了 以前我们陈毅有讲 板荡四中城疾风之境草 危机越大 他展现出来的危机处理形象 越让你安心 高红安偏偏就是这种人 于是他最近的危机处理 他最近的回应不卑不亢 反而让他获得很多同情票的时候 新竹的高红安 现在也在领先优势 所以一开始看到这个态势 是相对清晰的 你看到了从台北市的陈时中 到了整个新竹市的省慧红 他们都在关键的风暴时刻 被人家认为跟周玉寇绑在一起了 结果现在投票前难道都已经被翻盘 而且大势抵定了吗 除此之外我们要问 周玉寇的震荡效应还持续外溢 外溢到哪里去吗 我们先这样讲 周玉寇的震荡效应 我们不能说超大 但是它会在同温层里面产生波动效应 而且最严重的 尤其影响到是绿营的同温层 因为绿营的知识分子浅绿的人 会觉得你跟他一直站在一起 他用那种手段 我投不出去 我当天不想要出门 所以郭正亮的分析讲很简单 里面基隆 桃园两个县市 因为选情太焦灼了 很容易受到一点点的小事 就产生了整个知识座的变化 因为你看桃园的最新民调 是24.77% 郑运鹏 张善政是21.38% 差在误差范围内 基隆市的民调更特别了 蔡四应赢谢国良不到一点多 大概1.2左右 这只要随时一个风吹草动 就会产生变动跟影响的时候 这两定区会打得非常激烈 好 我们看到了 今天如果像是沈富雄沈大佬 他说如果投票前没大事 台北市讲完安营了 新竹高宏安营了 民进党这两线是如果没有 臥牢丢失了的话 整个北台湾的绿色执政香火 桃园跟基隆 这原本绿色执政就变成丢不起了 我们这样讲 桃园跟基隆现在变成 民进党最后的民主守卫战 他们一定讲民主 但是对他们来讲 这两地方都有很大的压力 基隆市原先是谁 林又昌 桃园市原先是谁 郑文燦 如果今天兰英主打 我今天如果胜选 我要绝第三尺 把你所有的标案 统统挖出来的话 民进党受的创 不是调两个执政县市 而是全面性的被追究过去的错误 或者是不当行为的话 他对于2024年都有重大伤害 好 我们今天晚上就聚焦在桃园市 跟基隆市 这个是选情胶着地图 但是也是风暴引爆的地图 一个一个来看桃园 桃园的论文门 林志坚他已经退场了 换郑运棚上来 没有止血吗 还在担心什么呢 我告诉你 因为绿营的側翼做得太过分 包含了翁达瑞等 一干人等 没有放弃过说余政皇才是抄袭者 余政皇人家是调查局 高考合格的高才生 他气不气 他超气的 因为连他两个律师 都被抹黑成中共同路人 所以这次他们使出了一个杀手箭 什么杀手箭 杀手箭就是提起自述 因为这是违反著作权法 就是你抄我获得不当利益 我提起自述之后 整个法庭的审理过程要公开 因为没有公务人员 侦查不公开的限制 这个招有多高 就是在接下来 你只要开庭 所有的工坊 你会看到底下的旁听席 会挤满的人 每一个人都在听 被传坏的人要怎么说 讲了什么辩护的内容 你怎么挺 我们讲于正皇 你怎么挺于正皇跟林志坚 你跟我说出来 因为为什么要传郑运鹏 你不要单纯以为 郑运鹏现在还在桃园选 不是这个原因 是郑运鹏直到现在都说 我看过两份论文了 我百分之百认为 林志坚没有抄袭 好 大家来法院上见真章 看你是要伪证罪 还是要当庭认错 如果你认错 那表示你之前在桃园选举期间 都在说谎 余正皇这一次的手法 堪称绝地反攻 要出大事 你这么一讲 你看到论时机 论诉讼策略 真是如有神助 时机点 他怎么千算万算 怎么会知道会有周遇寇的风暴 引爆出来 偏偏就在炸开了台北 炸开了新竹市之后 子弹还没飞完 他再来一个A式快攻 余正皇提起自诉 就通通摊在阳光下 大家以为他告的是林志坚 没有 这个地方才狠 他去传唤证人 郑运鹏 那你要不要出庭 你不出庭人家说你闪躲 你出庭了 你要接受检察官 接受证据的检验 你哪一点看到了 他没有抄袭了 我们讲更直接一点 郑运鹏在这个案件里面 有没有资格不出庭 抗传集居 你是重要证人 你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 你两份论文都看过 我告诉你 我可以传专家证人 你是专家证人 你今天是重要的利害关系人 你都这样说了 我传你出来 说你有什么依据 这件事情更严重的是 你不要以为只有郑运鹏要传 林志坚也要出庭 林志坚现在在新竹助选 如果他也被传出来 当庭受到羞辱 结结巴巴 讲不出来论文到底怎么样 沈慧宏不会被牵连吗 一次炸两个事 沈慧宏也说我百分之百 相信林志坚的清白的时候 这一场选举攻防 只要在11月26号前一天开始 都会变成所有媒体的焦点 好 这个是桃园即将要引爆的 论文门还没有烧完 但问题来了 你先前包含了郑运鹏 包含了蔡英文党主席 都出来力挺你林志坚的 结果这个停这个字数 一开停开下去的话 你叫这些情何以堪 我觉得最严重的是 他会动摇这些人的公信力 民进党号召全党党公职团结挺他 蔡英文可能不受伪证罪的限制 因为除了叛乱内乱罪之位 元首是不需要接受法律审理的 他得要给他退下台 可是民进党难道没有被赔上吗 这样子一讲 全台湾的选群都会受到一个 违反著作全法字数的影响的时候 这背后的操盘手真是高招 第二颗炸弹我们要来看到 民进党如何守住 北台湾执政的香火 关键中的关键在基隆呆湾桃 我们看到了蔡世英跟谢国良 他们民调咬得这么紧 在误差范围之内 这个民调才一做完 更大的风暴在后面炸开来 居然扯出了蔡世英疑似染黑 这个完全犯到了民进党的神主牌 他们以清廉 他们以反黑 赢得选民的信任 是谁拿什么证据 对他提出这样的指控 第三势力打币专家黄国昌出来了 黄国昌直接讲 他说你蔡世英 是民进党基隆市长参选人 但是第一你公然向国防部施压 第二违法标授上亿国土 第三勾结黑帮 攫取土地取得暴力 你看看这三点 如果不跟你讲的话 这三点兜起来 你在形容什么样的一个人 地皮流氓十恶不赦 你有什么证据 我跟你讲黄国昌其他不要讲 他很爱咆哮 我们以前不是都叫他咆哮地吗 但国昌老师提资料 做控诉的时候 一定有证据的 好 我们先讲 林口这一块地 原来是所谓的眷户地 就是国防部保留下来 国防部政治状态总局 要留给这些眷户盖房子的 所以它是一块很大 而且很好 随时可以做都更的地 当时行政院是说 这块地还是留给我们这些眷户 就这些冗民 或者是这些当过兵的人 他的家庭可以买 这边的房子可以盖 已经说了不用再处分 不要再讨论了 结果没想到蔡适应 还是去告诉国防部政战局 说蔡适应委员办公室 开了一个会 召开一个会议之后 告诉政治国防部政战局 说那我们就交给国产署公开标授 原来行政院已经说不能再处分了 我叫你不要动他了 对 结果还标授 那好 那如果你这样讲下来 就变成说蔡适应的辩解很奇妙 第一个 他说有证据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要这样说 说什么我跟黑道熟 不知道 第一个 第二个 他说你黄国昌打错人 是国民党执政时的事 第三个 我是基隆人 这个都更位置在新北市领口 有问题要找新北市府才对 第四点 蔡适应说 我觉得莫名其妙 没有要提告 黄国昌怎么受了这种羞辱 马上再开直播 9月29号又开了直播说 我哪一点讲错 你今天经手这个土地在领口 但是莫益当然不会是新北市府 因为他归国防部政战局管 所以他在直播里面一页一页拿出来 这是你的公文 这是你的协商 这是标授买到的黑道相关的单位的时候 蔡适应现在面对这样子的挑战 他如果回应不好 这一场基隆的选战 就要进入一个挨打的局面了 而且如果污蔑到你 他说的有哪一点不真实 你很容易告到他 告倒他 所以这件事情就特别了 这个战场一开之后 蔡适应到底要继续竞选 打谢国梁 还是要防守几身清白 打黄国昌 现在光是在战术上蔡适应就面临了两难的局面 接下来基隆选战一定变得更激烈 邀请您一起加入57报新闻会员 跟俊夏一起挖跟降